圣约灵修 《今日读经》 《创世纪》37-39章 耶和华与你同在 作者 陈章纯 以色列人的前先祖史到本章 就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 因为前面已经记载了 应许之子以撒的去世 而上一章也结束了 以扫以及其后裔的记载 至此 就如王一牧师之前灵修分享所说的 耶和华专爱的目光 集中在雅各的身上了 但有些特别的是 雅各接下来的人生 却是夹杂在约瑟和他弟兄们的故事之中 摩西就是以这种方式 将以色列人先祖们的故事呈现出来 起先是兄弟相残 生活混乱 但因着神的同在 护理和管教 忠心地得奖赏和祝福 背逆斜辟的也被神所管教扭转过来 最终是兄弟和睦 共同敬拜耶和华他们的上帝 约瑟的一生与梦有不解之缘 而且都是两个梦一起出现 他的背脉 降碑和将来的高深也直接和解梦有关 约瑟说 解梦不是出于什么 这让人不禁想到先祖但一里的生平 也是因为解梦而高深 并且有着同样的宣告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 神时常以这样奇妙的方式来显明他的心意 表明与他子民的同在 引导他的子民 约瑟的兄长们愤恨约瑟的梦 最终将这个做梦的买到了埃及为奴 以此来对抗神的旨意 雅各虽然不悦约瑟的梦 但他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因他有过多次量的经历 就是神借着梦来显明自己的心意 指示他前面的道路 雅各似乎没有从他父母亲那里学到功课 父母亲各自偏爱自己和哥哥以嫂 因此导致他们兄弟之间起纷争 而现今不但是约瑟的梦 更是雅各的偏爱 而加剧了弟兄之间的不和睦 讽刺的是 曾经的欺骗者 现在被人欺骗 都是儿子骗自己的父亲 都是用衣服来骗 人的罪 时常是循环和加剧地 陷入在子孙身上 约瑟被自己的骨肉弟兄 卖到埃及为奴 这是他一生所受的极大的伤害 被出卖 也似乎是约瑟一生 时常遭遇的非常事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力 在这样受苦的环境中 显明了约瑟对神的信靠和忠诚 约瑟的平性和能力 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磨练出来 为的是承受神更大的救恩计划 因着他有神的同在 他成了法老的父 掌管埃及 为神的子民躲避饥荒 迎建了安全的生存环境 可以修养生息 繁衍众多 因着他对神的敬畏 和对神旨意的明了 他最后是饶恕了 伤害自己的兄长们 使弟兄和睦同居 这也教导准备进入迦南地的 以色列众支派要合一 38章尤大的故事 似乎是很突兀的一章 但其实却是深有其意的 一则以尤大的淫乱生活 对比了约瑟拒绝 罪的引诱 对神的忠诚 二是无论尤大还是他的两个儿子 隐秘处的恶药在明处被显明出来 神直接审判了尤大两个儿子的恶行 取了他们的性命 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看到这里 是否对现今的我们仍然是个警告 尤大最终的丑闻也是被暴露出来 只得承认他比我更有益 因为以马内里的神是公义的神 他必要赏善法恶 无论我们内心还是行为上的一点恶 他都要审判 都刑罚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 摩西在这里和后面着重记载约瑟和尤大的事 也是教导当时和后来以色列民 约瑟承接了长子的名分 得双方的产业 而君王是从尤大支派而出 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约书亚 是以法连支派的 迦勒是尤大支派的 约瑟有多方面的预表基督 都是为父所爱 为弟兄所恨恶 所谋害 被自己人出卖 都对神忠诚 最终接纳众弟兄 拯救他们 这都因耶和华与他同在 亲爱的主啊 我的一切淫恶你都要监察 无论是心思一年还是行为上的罪 你都要审判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 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审判呢 你名为以马内里 岂不是充满天地吗 岂不是查验我的肺腑心肠吗 除非你将我迁到你爱子的国度里 除非你有你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的血将我洗尽 使我比血更白 否则 那位以马内里的神 就是审判我 取我性命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